好漂亮的风景啊 远处的山 国旗 飘扬 这条是省道221 基本上没什么车 应该是 好像是刚修好不久吧 看起来很新了 看这边地下都非常新 以后那边还在修 你看这个牌这也是还非常新 估计修好还没几年吧 真的太漂亮了 这个山 君子峰 保护区界 君子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应该这个地方就是 君子峰吧 明溪县下方香 油搓盖好了 等会在这边 吃个快餐吧 吃完看要不要去县城 要的话再走吧 来楼下住宿老板这里 吃个小笼包 这个4块钱 他们有住宿 然后下面还有开早餐的 再吃一碗扁肉 这边是5块钱 这个就是卫生间 有热水器啊 条件还非常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卫生间 这个是另外一个卫生间 非常好 昨天晚上在这边洗澡的时候 水仰比较小 早上的时候水仰大了 昨天晚上水仰非常小 昨晚开的这个房 40块钱 有空调 然后空调有制热功能 昨天晚上这边最低温度 零下6度 所以昨天晚上就想着 过来住下店 然后刚好要洗澡了 就洗洗澡 然后有空调 非常好 如果没空调的话 我那个在外面露营也要用那个暖贴 暖贴也得用10来块钱 还没得洗澡 去洗个澡也得10块钱吧 你看这边多好 这边可以晾衣服 还能烧开水 这是我出来 就之前出来的 这是我自己出 出钱开店的第三次吧 以前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 然后不知道怎么露营什么的 就开了两次店 后来接近快要差不多快一年了 十来个月了 后来期间出来的都没有住过店 如果有这种40块钱的话 来住还是可以的 他那个 你看住 住个店40块钱 你还能开到空调 还能吹暖气 有啥不好的呢 要洗澡的话就可以住 如果平时不洗澡的话 就是还是大帐篷嘛 要洗澡的话就直接住个店 然后睡个好觉 然后这边还有WiFi 这边WiFi的速度非常快啊 非常好 可以等会来把视频全部上传了 而且老板他说 随便我几点退房都可以 没有规定的 非常好 主要昨天晚上我到这边盖完油搓 然后工作人员 油坠的工作人员非常好啊 跟我介绍了一个吃快餐的地方 就然后吃完快餐了我就问他哪里有住宿的 他说这对面就有 然后而且是很便宜的 40块钱 嗯 这路上要遇到40块钱 这么便宜的很难遇到 嗯 他 如果有独立卫生间的话 有的会比较贵 这个没有独立卫生间就便宜一点 有独立卫生间有的可能要50块 能睡空调的 以前也有 有 我有遇到过很多 也挺多的 昨天晚上既然就是盖油搓好 人好 然后这边吃快餐 就在这对面也非常好 然后这边住宿 嗯 直接又过来住宿了 就在这条街上 就是很顺利 昨天晚上 然后早上去下面楼下吃个早餐 也是老板开的 吃完就上来非常好 空调也好 洗澡有热水 然后又便宜 适合我 所以 而且昨天晚上零下六度去 要是很去再去找露营地去县城 找露营地的话也麻烦 所以还是直接在这里露 在这里露营是最好的 在这里住宿是最好的 像我等会还有时间发视频 去露营的话是没时间剪辑视频的 好几天没剪辑了 大家也知道我好几天没发视频了 而且住店的话不用收拾帐 收拾帐 收拾帐和搭帐的话 可能得40分钟收 收要40分钟可能差不多 所以挺麻烦的 而且洗衣服的话 在这边放在这里晾 然后有空调 空调的话就直接用一干嘛 网友们老师留言 叫我多拍点街景 今天就来拍街景了 今天刚好赶集嘛 赶集过了 然后拍拍街景给大家看吧 这里是明溪县下方向 来这里吃个快餐 我那个住宿就在这边住了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里住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